近年中国电商品牌虚应和签目 迅速在美国窜起 引起美国政府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 进口到美国的小额免税包裹 将受到严格审查 包括是否违反美国强迫劳动禁令 鉴止中国电商钻贸易漏洞 美国允许价值小于800美元包裹免税 而须应签目以超低价进入美国市场 吸引大批美国青少年下单 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统计 2023年有11个免税包裹进入美国 而这些包裹大部分都来自中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说 当竞争对手使用强迫劳动 违反海关法以及从事其他非法行为 来削弱美国企业利益 并且不公平压低价格时 纺织业就会受到损失 强调会致力为美国企业 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新唐人野太电视 高建伦曾新敏整理报道